年后第一次带大家逛一下我们黄楼 也就是北方最大的花卉的一个大集 都是一些农户 走 看这个 真正把花卉价格打下来的 我们黄楼人民是功不可没 像这种小东西 还会开花 这个叫九 叫九尾湖 你还能想起来那个1800吗 1800非买无动 对 这就1800的分解体 很便宜啊几块钱 要偷摸的趁老板不再吃一口 你看 养刀这些个很多话说 为什么我们在结果的都会黄叶子 它在结果的时候 叶子营养它就供不过来 它都会黄 对吧 就像你一样 你正好十八冒美如花 你看你爸怎么白头发了 是吧 我爸白头发了 呵呵 就是价格的桂花 嗯 留书价格的 啊 上镜吗大爷 我们山东普世的大爷 打个招呼 哈哈哈 现在是最好看的时候 这个东西 状态最好的时候就是 长大了慢慢的会长长一点 要适当的修剪一下 够漂亮 全部都是对话的 你像这种在 五六年前 这一盆都是 大三文数开外 现在都是有很多对话的 他们有分租一栽的 特漂亮 我有这么一次 关于这个刮业机的哈 就是 是因为像这种红花卖是最快的 有一段时间 我是来这边我经验不足 我来上货上了一车 基本上没有红花 除了白花就是黄花 那种不懂啊 那刮业机好吗 别巧了 正好有一个人高价全包了 我问他干嘛 他正好是上林匹 就不要红了 那个叫什么 叫 因祸得福啊 对对对对 很多话有说现在要飘香城啊 飘香城 现在还是有点冷 你要发货的话 路上就容易冻伤了 过两天都有了 这铁筷子 是铁筷子吗 罗伯 不是 这什么 暴喜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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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花儿你没见过以前 香吗 挺好看 这个以前我在北京的时候卖的 也特火 对木槿 这个在内蒙那边 跟干涉那边客户要的特别多 就是以前的时候基本上来一车 人家也是一车一车的要 双色茉莉了 它开花有那种 它很香 香的就是让人感觉有点臭臭的 也有人喊它叫臭茉莉 就是很香 香的都有点发臭了 你知道 其实真是那样 香到极致就是臭 知道吧 现在这边老市场哈 你看上它的花哈 基本上就是留个电话 然后去到棚里面去找 去到家里面去找 这种长生藤就是 我记得那是一几年 一八年的时候 它这个长生藤跟普通长生藤 你看不一样 它这个更有点像菠菜一样 厚厚的 看到没 像这种的话 刚出来那会儿我也是没少赚 就是像这种小的 我记得当时是拿货 十块钱左右的 这种大的好像二十多块 基本上批发都能 多赚几块钱 因为 特别是怕冷 不过它这个长起来更好看 小绿花 有的话说小绿花跟大绿花怎么非 小绿花小一点 大绿花很大 大绿花一个跟馒头一样大 小绿花一个就像球一样大 这种多肉都自然颜色 都是晒出来好看 对 都是空出来的 春天 冬天 秋天 最好看 我发开地 现在这种发不了 我过两天发 对 过两天就发 过两天就来 就是关于这种市场 你要是说零买 偶尔 碰运气的话 肯定能买到便宜的 但是你想批量的要那种便宜的就少 也得碰运气 这个还会结豆吗 对啊 就那个柳叶梅还会结豆吗 这个能种出来吗 这个花几花太多了 能种出来还 我还第一回知道 我以前玩秋篮的时候老板 发开地发不了 灌人都发开地了我就来了 我现在来转转先看看 你看其实现在生意并不是很好啊 那往那一站就来点吧来点吧 主要是冷现在还 这种就是要紧了 就是打过要的 还有这种 这边跟那个 之前也跟大家伙说过 就那种就 好看 但是不好养 不是说不能买 看你懂个说法 这个就是正儿八经的 新枝玉叶了 对 那种那种彩的鲜艳的 颜色的那个是他们用什么滴锅叶 这上面是 这个没滴锅叶 这种好养 要想养就养这样式的 嗯 你要想看就看那样式的 要想养就养这样式的 你看这水仙 都说水仙 都说水仙还得用水 你看用土一样长得很好 看没 你看都用土养的 多棒 刚才那个金枝叶上面那个小红花 这是插上去的假的 不开花 那不开花 那是假的 君子兰 这个应该是本地养的 养君子兰 你不得不服东北那边 为什么这么说呢 不如说东北的有多好 是东北那边冷 君子兰长得慢 人家那边叫油头了 叫河上了 就是它这个叶子很圆润很饱满 还有麻子坑了那种 它就是会出那种状态 你到南方的叶子长得就很凶 你像 咱山东这边那么重的 只要一在加温棚里面 叶子就会长得很长 就是不好看 所以说东北的贵族又贵的原因 那一颗君子都养三四年 卖个一两百 不很正常吗 他们那种形态不好了也都全部都扔了 有柴马吗老板 没有 都是白马 对 白马王子 没有 嘿嘿嘿嘿1 你 澳洲胡尾啊 我没这个 澳洲胡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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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澳洲胡尾 不是洛西胡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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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漂亮 其实 这种东西 你转来转去哈 没有自己能看上的几个 但是总有那么一两个小惊喜等着你 管我说你刚好起来 听听我们山东的方言 我善,肉手银刚好起来 你拿我去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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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对于花卉来说 清明节之前是最旺的时候 一年之际在渔村 过了清明就卸尽了 现在也是这种市场上人最多的时候 最多最多的时候 好 这下是我吧 哎 都说买卖不好 其实都不好干 这也是长城城 长城城对新型的 有五角形的 有三角形的 还有刚才咱们看的那个的 还有这个的 长城城好多种 还有花叶的 你看这日本雪莹 就是一个变种 九平南 这个最好玩 下边像个那个 像个球 像大肚子 不开花 像雷叔发黑 发黑也有洞 洞了也会发黑 这种红脏 人家说不怕洞吗 怎么不怕 他就拿一颗出来 都在箱子里放着 连这个都洞得有点发黑了 我山肉烧饼刚好吃了 给老板要广告费去吧 给他喊了好几句了 给他喊了好几句了 是洋水仙 洋水仙开花又大又漂亮 别总是说 哎呀 你说进口的就好 人家荷兰这花种一百多年了 你整个山东 这个青州这边 有花卉的历史 能超过四十年了 反正超不过一百年吧 你得承认人家 承认人家优秀 怎么那么难呢 不是说咱们种的不好 是有一定差距要追赶 好吧 竹节海棠 也就是他们说的那种 尊于秋海棠 到后期了以后 你看这竹节海棠会越来越便宜 像荷叶一样 老市场的人都不认识我 因为他们一天都在棚里边 很少观众网络上的事情 你知道吧 所以信息相对来说 知道的少一些 你要我去了新市场 你看哎 老花姨 好了 带大家溜达了一圈 觉得不错点个观众吧 下期的时候带大家逛逛 大的花卉市场 哼 老花一 野花最沾一 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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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